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由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节目 《湾区传媒体》 我是广州广播电视台的水逸文 我是香港电台的梁鹤熙 今星期我们继续为大家送上粤港澳大湾区的最新动向 包括基建政策等的发展 我们还会穿州过省和大家去到国家的不同地方 带来他们独特的民生风貌和故事 当然希望透过我们的节目 令你多角度地认识我们的国家 现在就立即出发和你去南北快市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 要在大湾区为青年人提供创业、就业、实习和志愿工作等机会 推动青年人交往交流、交心交融 一年两日在佛山举行的《杨凡佛山触梦同行》 港澳青年研学行活动 令港澳青年学习武术、参观青创家 以及公合空间、新农村建设等 增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 以及对大湾区发展状况的了解 融入大湾区的同心缘 近日,守护惠南2022樺琴月澳深度合作区 海洋保护推广活动 其世界海洋日主题系列活动 在樺琴码头游客服务中心启动 由现在去到11月 主办方将会围绕世界海洋日 保护海洋生态系统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这个主题 在樺琴各景点举办一系列主题活动 包括《消失的猛马像》 同情愿公共艺术品创作 守护惠南合作区 海洋保护月系列公益广座 守护惠南主题展览等 惠州市范和村有300多亩土地 因为交通不便荒废超过40年 村委会组织村民自发修建环山小路 復庚之后开发出100多亩西瓜地 60亩苏米地 而番薯地就正在试验着 未来还计划发展观光源 预赛供养 近年惠州市大力推动 荒地复耕复伏众工作 激发广大农民和社会力量 积极参与 到年完成复耕超过 4万亩面积的荒地 既活化了闲置土地资源 也带动了当地村民增产增收 近日山大齐老医院青岛远区 为患者使用身形毛道线起薄器 它的大小形状好像一粒胶囊 重量只有两刻 可以完全避免电极感染 直入手术总共持续了不够30分钟 没有双疤 没有切口 大大降低了出现并发症的风险 患者手术后第二天就可以落床活动 日后还会研究将起薄器 南入医补报销目录 普及新型起薄器 同时减轻患者医疗费用的负担 近日首届孤苏乡土人才能工考像类精品展 在苏州仓浪亭开幕 作为今年文化与自然遗产日江苏省系列活动的苏州分会场 精品展一共展出34位苏州本地能工考像的200多件作品 包括苏秀 灯彩 名色家具 桃花烏木板连画等多项国家级飞为作品 现场还为获得首届孤苏乡土人才能工考像类的九名代表授牌 南令市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将劳动教育融入常规教学 开设目工科 令学生近距离接触老班所 了解蠢茂结构等古代智慧和非为文化 学习坚持 创新 勤劳 智慧等美好品德 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近年来越来越多港澳青年选择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就业 不同的城市都提供了很多资源去支持这班创业青年 广州通过加强基础建设的硬联通 规则标准的远联通 助力更多港澳青年触梦大湾区 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80后的青年杨腾在香港科技大学毕业 曾经有过一段不太成功的创业经历 在2014年他就选择去到广州重新开启创业之旅 更低的成本 更广阔的市场 还有不断优化的大湾区生活圈 打开了他的新天地 最夸张的时候可以早上去香港起床 然后去深圳吃早餐 然后来广州吃午餐 然后吃完之后过中山去开个会 然后晚上去珠海份 其实这些是比较最有趣的体会 杨腾目前创办的企业 产品覆盖资讯技术 人工智慧等产业 客户遍布大湾区及国外 随着港科大广州落湖南沙 杨腾也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因为学校这边有很多主义教授 然后有些科学的团队 师兄师弟在这边 做一些不同的研究 对于我们来说 就有很多可以整合的空间 和大家去合作 所以比如说 好像现在福英安研究院这边 都有密联网中心 然后有先进制造的组织中心 其实中间有很多 跟我们都有些合作的空间 在南沙政务服务中心 刚刚踏入社会的两位港澳青年 同样都是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 在去年南沙创新设立 政务港澳服务中心 通过港澳专员加内地专员 二对一的服务模式 助力港澳人士在南沙投资发展 结合到港澳专员 他们熟悉港澳那边的一些风土人情 而且内地专员 又熟悉本地的一些政策法规的一些优势 可以有效地消除三地制度文化上面 生活环境上面的一些差异 及时可以了解到 港澳企业机构和人才的所需所想 自己刚刚毕业都会上街入大湾区 机缘考考我便来了南沙政务服务中心 我自己通过自己的理解去解答这个政策 同时可以为更多的港澳企业 去提供这个政策解答 广州还率先制定出台了 支持港澳青年来税发展的相关政策党 通过五落计划 三年累计投入三亿元 用于支持港澳青年来税发展 截至去年十月 全市建成了四十四间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 一共吸引三百多个港澳创业项目 同六百多个团队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 广州正是不断优化港澳青年创新创业政策 和营商环境 一批又一批港澳青年 在这片土地上实现人生梦想 深圳在超高清视频显示产业规模方面 位居全国前列 如何保持原有优势 推动产业迈向价值链高端 需要深圳再发力 抢占产业制高点 近日发布的 深圳市培育发展超高清视频显示 产业集团行动计划 2022至2025年 就为了产业的发展 带来不少好处 我们看看究竟是什么 作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智慧家电同资讯技术领军企业 这个显示器生产集团 深度融合8K AI等先进技术 应用了5G加融合网络支援 油性生产等六大核心场景 而且联合多个企业单位 突破了广播级4K监视器等产业链短板 填补了广播级国产监视器的空白 深圳20加8产业集群政策 及相关计划的发布 令企业进一步感受了 整体作战的效果和意义 通过这个产业链以后 使我们的终端用户 我们普通的百姓 能够真真正正地享受到 超高清所带来的一个视觉盛宴 同时我们也通过一个集群的发展 来拉动各个阶段 这些产业的一些发展 作为北京东奥会开幕式冰雪五环出品商 这间企业在超高清视频显示的 另一个赛道 高科技LED产品领域 闯出了一片天地 专立了包括超高清显示大屏 超高清巨幕等在内的 LED全系列产品生态 及解决方案体系 公司负责人认为 将会极大地促进高端显示领域的发展 对这个产业链进行一个催化和完善 在这个MicroAD这个技术未来 能够在4K和8K 这个未来显示领域 去大方印象 主要是启动在100寸以上的 超高清超大尺寸这个领域 有望我们中国能够领跑世界 根据深圳市培育发展超高清 视频显示产业集群行动计划 2022至2025年 去到2025年 深圳超高清视频显示产业主营业务 收入超过4500亿元 培育8间以上营收过100亿的企业 20间以上营收超过10亿的企业 大尺寸面板和超高清视频显示 终端的出货量和市占率全球领先 深圳将成为全球重要的 超高清视频显示 全产业链技术创新高地和高端生产制造基地 作为新型示范区 我觉得还要承担一些责任 不仅仅是神圳市的短板 整个国家的短板 神圳市要承担起来 特别像前端的采集 像摄像机 因为现在高端那种摄像机 全是日本的产品 它从整个链条上 还是需要一些完善 为了实验目标 深圳将布置聚焦 关键核心技术公关等 五大任务 实施产业强链 顾基工程等七大工程 支援各类基金 积极投向超高清视频 显示产业链重大专项 基础的这种技术标准 这个层面 中国也有一些像 AYS标准已经有很好的基础 后续还是应该 一个就是像基础性的 这方面前面 一方面上 高端这种设备 前沿的东西来延伸 毛石刚刚完成了一项工程 成为了世界之序 非常厉害 是啊 伴随着长江江苏段 解除临时性交通管制 我国北电南宋重点工程 江苏逢城至梅里 500千幅长江大跨越工程 顺利完成了第八次跨江架线作业 受到通航高度安全距离等因素的影响 这个跨越塔高度达到385米 是世界之序 它的员工也同时标志着 江苏海事局建局以来 难度最大的水上交通管制任务 原本完成了 这个工程将会跨越长江江阴段 跨江档距是2550米 施工水域位于长江航运黄金水道 钻石航区 断面日军船泊流量大概2000首次 江水流速快 暗流船窝多 对于施工作业影响很大 水域通航船流高效管制 是工程顺利开展的前提保证 为此 加线施工期间 海市部门共实施了 江面风航八次 历时23日 今天是整个大跨施工 第八次施工 今天施工我们出动了 大概有12条有关的船艇 人员大概有30多人次 主要我们从7点钟开始 就已经逐步到位了 整个风航是8点半开始风航 施工是9点钟 9点初分开始的 从这个风航和施工来看 今天这个船坡基本上都封在了核心区预外 保证核心区的施工没有船进来 确保了施工厂从南到北 这个航向畅通 为保障工程跨江架线施工期间 水上的安全监管 江苏海市局制定了通航保障方案 架线作业期间 组织对南京以下至流河口 全线水域实施临时性交通管制 严密监控过江电纜线水面上的高度的动态 督促境界船艇 落实航道境界维护措施 作业完成之后 海事部门也会有罪做好船流疏渡工作 学保工程施工期 水上交通 零事顾 应该说可以说整个长江水上封航是难度最大 难度最大 为什么难度大 第一个它封航的次数多 封航了八次 每次封航要四到六个小时 是难度最大 第二个就是现在长江里面 潜流疏渡是很大的高空气 正好恰防现在也是迅气阶段 所以水流域也很急 也很急 所以这次封航对整个我们长江江苏上的封航 都是个考验 是不是对我们无需加音阶段 是不是接纳的考验 江苏凤城至梅里500千伏长江大跨越工程 是我国电力建设史上规模最大 技术难度最大的跨江联网书变电工程 也是江苏助力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电力枢纽工程 这项工程建成将会大幅提高 江苏电网北电南宋的能力 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助力全省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意义重大 工程建成之后 能够每年输送660万千瓦的电能 把粗备的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 以及特高压的电能输送到我们苏南的负荷中心 提高我们苏南负荷中心的受电能力 增加电网的稳定性 每年能够满足约800万户居民的用电需求 为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 湾区传媒体的节目时段内 都会有这个特别的环节出现 就是25年25人 今天的主角又是哪位呢 我是龚永德 全国政协委员 香港税务学会前会长 6月30日那晚 我是在家的 但那晚在家里有很多人 我爸爸和妈妈有六个孙子 其中有两个在美国读书 在美国生活 他们放暑假就叫他特意叫他回来 就是一个历史的见证 英国旗下来 接着我们的中国的国旗飄棄 港区的旗又升高了 大家都很兴奋 当时我们对回归这件事 绝大部分的香港人都非常正面 每个人都留下半夜去看回归 那一年公司叫我去发展深圳和广州 其实是广东的业务 基本上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是以合伙人的身份 就是帮公司去 在现在的大湾区里面打拼 接着那二十年 我都是在香港 深圳广州这样走来走去 有时候一天走三个地方 都经常都有 我们是亚洲第一金融东芯 我们如果要在这方面做得好 其实很多东西都仍有发展的空间 ETF也是一个很好的渠道 吸引一些内地的资金 甚至是投资者 将他们的钱来到香港 如果有很多ETF 有些钱来到香港 那我们要想一些方法 将这些钱回回 那可不可以香港和内地 大家做一些新的政策 譬如鼓励一些内地有实力的企业 来香港做一个总部 在香港去借钱 融资 在一个额度之内 将这些钱回回内地使用 所以希望能够透过一些钱 进来又找一些方法回回 又有更多的钱进来 这就令到我们的人民币 枢纽做得更加好 我觉得大湾区来说 它的潜力 是不单止我们经常说的 八千万人口的 在大湾区里面 世界五百强的企业 哇 多不升数 在国内毕业的学生 它很多人都会去大湾区找工作 大湾区本身 已经有一个吸引人才的力量 有人才有资金 那个地方自然会成功 我们背靠祖国 祖国在过去这么多年 是做得非常成功 香港也有香港的人才 有我们的特点 我们是亚洲的金融中心 我们大家都可以互相配合 我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 亦都希望我们的东方之珠 亦都会更加发光发亮 新、老、病、死是大自然的定律 不过近年世界人口 平均寿命就有所增加 而在这方面 医疗技术的改进尤其重要 先进的药物 为长期病患者带来好消息 今集由香港电台制作的 《创科生理情环节》 我们带大家去探望 王国研教授团队的班 过去十几年时间 他们努力研发 可以杀死癌细胞的药物 希望可以製造出 属于本地研发的药物 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癌症被誉为不治之症 是医学界的头号敌人 仲然面对人类的强敌 理工大学化学生物学及药物 研发国家重点实验室 仍然揭移不捨 研发抗癌药物 为癌症病人带来一线烛光 我们的团队现在 其实有三四个药物 在美国 在中国大陆 和香港 是在做农糖实验的 我们有一部分的药物 也拿到美国FDA的试验 用新药的批准 试验的过程 其实已经有病人参与了 我们现在的药物在第一期 到第二期的阶段 我们希望很快 就可以进入第三期 而最后可以令到有病人 可以救药物的药物 要研发安全有效的药物 让癌症病人使用 绝对是分秒必争的事 近年 暂身的科技仪器 加上研究员累积的经验 促进了药物开发过程 因为以前没有这些先进的仪器 所以以前是想到做不到 但现在我们看它那些 舊的研究 发觉其实只要配合新的仪器 流通量够大 够快 让一些有机会 可以抑制到那些 硬细胞的药物 细算出来 要不断地做 做很多次 或者现代的仪器 最好是可以设定它是自动操作的 24小时左右 会否有新发现 很难 希望 另外我们有一些显微镜 都可以放大一些癌细胞 看着它如何生存 还有当我们加了药物的时候 它是透过什么机制 而进入细胞的死亡阶段 了解了 我们就可以设计 一些更好的方案 去消灭那些癌细胞 开发药物 往往需要十年 以至几十年时间 所以知识和技术的传承 十分重要 我们年轻人 一定是不可缺少的 去接力 新的科学家 年轻的科学家 他跟我们一起努力 增添了很多活力 也加快到我们研究的进展 我们也是想癌症的病人 他们得到一些希望 尿坎神州 精彩在线 今天带着大家去广西崇佐市天等园 近年来天等园农冥镇坚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开展美丽乡村建设 而其中文化祥愧成为了村民的政策 名发祥、科普指导祥和文明和谐祥 在节目的最后 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 今天湾区传媒体的节目时间够了 我们下集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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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